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拳击的一个比赛 然后也想着包括某位格斗狂人的比赛 然后也爆了 但这次他没打起来 我知道他那个被取消了 对 所以我有很充足的热情去做这个事情 但现在也是后来想想年龄也大了 35岁了 多培养一些人的意义更大 对 我是觉得其实您作为老师 就是去培养下一代人 这个意义是更重大的 因为当我们一旦开馆之后 我们的身份变化了 之前是运动员 我们就是要打 就是要通过这种方式体现我们的一个存在意义 但是当你开馆教学之后 我们就变成老师了 老师就要为人师表 你要保证一个很安全的训练环境 你不能随便跟人冲突 所以国外有运动员 教练员 咱们中国人不这么人类 中国人是你这个武术老师一定要那么大 就特别奇怪 就包括很多人去挑战一些老师 就人都六七十了 对 然后你不能挑战他的徒弟 你就非要挑战他 对 就像你跟这个泰森的教练 你配上泰森打 对 你不打泰森 泰森教练 包括我和学生拍训练视频 底下评论 又打徒弟了 说手的一个过程嘛 卫招嘛 这是训练一个方法而已 就是很多人 就那天轻轻就跟拳击送把 一个东西 但很多人他就不理解 对 包括咱们工事 李小飞老师说的特别好 这其现在哪呢 我要挑战你们UFC的白大拿 对 你们总裁给我出来 对 咱们打一下 我觉得很多人都能横扫UFC 对吧 直接打白大拿 直接打白大拿 对 所以这是一个不科学的一个方式 对 理不清这个概念 我觉得是 所以现在武术一定要形成体系 教练员一定要把技术体系弄好 对 运动员一定要把比赛包括训练保证好 对对对 就是职业化那种训练 你又教课又训练不可能 对吧 心力不够嘛 是吧 还有拍摄 还有剪辑 还有做采访 你不可能保证你的训练量 对 所以一定要分工 一定要有康复师 对 等等的 但是我们现在没有 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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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